政府決定全面各自尖沙咀露天廣場計劃 巴士重站也不用拆 政府早在05年提出將這裏那件成為露天廣場 不過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說 經過公務部門初步評估 發現碼頭地基不能承受大規模的翻新及擴建工程 另外碼頭附近的廣東道已經成為受歡迎的購物點 計劃帶來的旅遊及經濟利益有限 加上市民對維持現有巴士服務有強烈訴求 為了回應這些訴求 廣場面積要大幅減少 難以作具規模發展所以各自計劃 當年來一直關注計劃發展的團體 歡迎有關決定 他們有希望古知會儘快將尖沙咀碼頭 和巴士總鎮一大的建築群評級 並加以保育 好像我們要求古職辦和古知會去做一個評級 將整個尖沙咀碼頭的範圍 做一個整體性的評級 未做 我們都會繼續爭取它要去做 我們都會爭取所有去評級 可能評到有級數的話 就應該是不可以拆 還有如果一級就應該是自動成為法定估計 另外九巴對乘客可以繼續使用現時的巴士服務 表示歡迎 香港天堂記者文家豪報導 武器拿走 臨床 checked 出 place 像禄 導牲 専床 在